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所以邀請來談一下我個人的一個 也算是個驚奇之旅 因為我其實我本身是醫師 也是我們經營了鐵岸醫院跟台南雙十分院 我本身是執行院長 不過最近因為為了這家影響科技 我把雙十醫院的院長辭掉 因為太忙了沒時間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智慧醫院 然後到金融科技 這也是一個我很意外的驚奇之旅 就剛才大家講的智慧病房 其實應該比較成熟的一個階段 它從一個裡面的數位影音娛樂 然後到住院資訊的整合用藥的查詢 然後到病房的溝通的訊息平台 來量測生命的參數 這些都可以透過這個智慧病房的平台 甚至一些連續去的起床偵測 無限生命真相的偵測 危險通報 智能翻身監測 這些都會在智慧病房 現在已經比較成熟了 但是如果說我們生病 急性病會在這裡 如果說很幸運的 我們生病完沒事回去 只是老年人回去 它就會變成落在這個智慧樂靈 照顧這一群 當然用的東西會不大一樣 有些東西用得到 有些東西用不到 但是如果說很不幸的 變成失能指數太高的時候 就會落在 臥病在床的長照 當然用的東西 Scenario會不一樣 但是其實用的平台會有一次 所以我現在的預測是說 這個智慧病房慢慢會往智慧樂臉照顧 還有智慧長期照顧 往下段去衍生 護理環境惡性循環 醫院能力不足 造成護理人員工時長壓力大 成為血汗護理師 護理人員一般八小時的上班時間中 至少花費九十分鐘在處理委屈工作 應對繁索又仔細的護理工作 我們可以用更省時的方式處理它 智慧行動護理APP 結合所有的護理文書工作 登入系統後 簡潔的頁面設計功能分類 一目了然 操作容易上手 任務編組的功能 將每一位當班護理師 及需要照顧的病患分組 做最適當的照顧分配 在生命真相工作清單功能中 可以及時查詢自己照顧的病患資訊 危險提醒名單 智能判斷病患量測參數 監測頻率 完整呈現病患的量測規則 代測病患 智能條列代測病患資訊 協助護理師判斷工作內容 輕巧靈活的微型護理站 搭載智能行動護理 輕鬆在床邊完成量測及文書工作 病人電視的功能 可以透過藍牙掃描槍及智慧型裝置 來掃描病患手盤上的條碼 即可載入病患資料 透過藍牙傳輸 可以讓測量完成的數值 直接存存在智慧型裝置中 數值將直接儲存成病人的生命真相 儲存測量的數值後 TPR圖表會即時自動繪置 節省手寫繪圖的時間 IO功能方便護理師在床邊即時收入數值 總表清單則清楚標示了紀念項目 輸入完成後 也會自動填進TPR圖表 節省員工計算抄寫的時間 護理紀錄的電子化 也將改變過去繁瑣又重複書寫的文書圍程 當病患有突發狀況 護理師完成狀況抬除後 透過選單選取完成紀錄 節省指本重複抄寫的步驟 配合各醫院需求 內建常見狀況套餐 一鍵輸入常用片語 協助護理師當下完成護理紀錄 護理紀錄自動同步至電腦版DLT 可及時做新增或修正 並行助護理師回到護理站後 再速回憶並完成紀錄 除了智能行動護理系統 減輕了護理師的作業流程 透過化平台通訊中心 主護對病患的照顧可以更直接有效率 系統會依護理師所登入的行動中置 與其所分配的照顧病患進行連結 病患可以掃描QR Code 下載化平台通訊中心 並依自己的需求 傳送信息給主護 減少主護折載護理站與病患的時間 也讓病患的狀況傳達得更直接 智能推波能讓護理師更直接的了解 各種病患狀況及任務安排 病患室內話筒拿起後 不需播號變化為自動播出至 所屬護理師的專線 喂 王小姐 怎麼了呢 現在不舒服 覺得在發燒 好 那我馬上過去 有了智能行動護理 準時下班是最幸福的事 OK 這個我呼籲一下剛才王主任講 做這麼多事是為了什麼 就是護理人力實在太難掌 變成稀有動物 所以做這麼多事是利用 這些知通訊技術來讓 護理人員跟病患的溝通 變得更方便 不簡易 剛才講的跨平台通訊 這個平台其實我們在原機 張機這部分的軟體 也是我們去提供的 這個技術也是我們去提供的 這是在原理基督教醫院 所以以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讓整個上傳 然後整個溝通 還有自動圖表 會變得更方便 所以每一個護理師 我們算起來大概可以省一個小時 包括它的上傳 就叫上IO功能的統計 大家看這是以前的 以前的護理車 其實它是行動護理車 其實它是辦行動 大部分是放在走廊 它是不會動的 這台小的話是真正可以到 所以是把最後的一段 再討論起來 所以這是更方便更輕巧 然後今天的主題 我們長期招呼 其實是另外一個 這是我個人的solution 也是個人解決一些痛點 故事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以前有一個護理人員 我們一個開刀的病人 他放一個CVP 那時候我們為了怕他危險 請他去起24小時的看護 但是後來我們發覺 病人躺在 倒在那個廁所裡面 然後CVP一直流血 流到已經斷氣了 結果看護怎麼樣睡著了 他根本不知道 另外一個是有一個 是我們醫院的病人 但是重度憂鬱症的患者 然後他的兒子有一天 突然跳起來說媽媽不見了 怎麼不見了 後來我們到處去找 結果他已經跑到樓上 跳樓自殺 那時候其實我們 在病安會裡面在討論說 其實問說 現在所有的病人安全事故裡面 第一名是給藥錯誤 第二名的話是跌倒 那跌倒的時候 我都問副理師說 那病人都什麼時候跌倒 他說第一個就是下床 第二個跌倒的原因呢 就是在廁所跌倒 但是沒有下床也不會去廁所 結果他們的答案 跟全國病安會議 醫策會的調查是一樣的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說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類似紅外線的東西 這就是類似紅外線的東西 對 對 對 那時 協助 優惠 莖 協助 對 好 其實以一個起床偵測來講 我想的Solution很多 但是所有的監測系統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像狼來了一樣 第一次喊狼來了 就看沒有狼 第二次又喊狼來了 就看也是沒有狼 第三次狼真的來又沒喊 其實這個系統是希望可以做到很準確的 病人一起傳 他會叫以外 他會傳到護理師 而且護理師可以看一看 他到底是不是在工作 這個是電子病例 電子病例五指化之後 我們變成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怎麼做五指化 但現在病例大概都已經五指化 就剩下一個東西就是同意書 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想了一個時空學 假設這是一個同意書 怎麼簽名呢 就是簽名錄影 所以你簽字是簽在你錄影的軌跡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樣子 所以 除了傳統的簽字以外還多一點 所以我們會用電子病例的方式 就是把軌跡錄影檔跟文件檔一起 所以我們這個solution後來 我們有除了台灣專利以外 還有申請美國跟大陸的專利 然後我們去年去法國比賽也得到金牌 這是我們回過以後媒體的報導 蘋果日報還有各媒體的報導 這也是許助潮的幫忙 我們跟中國醫藥大學 衛福部有成立一個數位簽署計畫 計畫也順利在今年6月的時候走 這也是我們在中國醫藥大學整個導入 包括門診、智慧病房還有住院中心 用電子病例加密的同樣的方式 去做不可否認性 簽署的是 就是會除了以前的 錄影 一般的軌跡也會多一個錄影簽名 這是全 中國現在中國醫藥學院已經全面導入 也有300多台已經全面開始正式上線 所有的醫療的一些評估單 一些同意書都會用這個方式 還有各科師也都用這個方式 這是整個我們簽署一個管理的流程 包括中間的過程還有後台的管理 意外的是我們除了在醫療領域以外 在金融領域也跟金融領域開始合作 所以我們跟台灣的國菜人壽 還有新加坡最大的壽險公司 NTUC Income也開始展開合作 所以整個簽署的問題就是包括簽字的否認 被炸、被尾簽 或者是用指紋 有時候病人在睡覺 小朋友在睡、媽媽在睡覺 小朋友用他的指紋去買東西 所以回到紙就有環保的問題 製造一棟的紙要有300多的廢水 所以當簽署變得更安全的時候 才會有大額的教育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原來的2 factor以外 因為整個教育的transparency 跟visibility太差 就是你知道什麼你有什麼不行還不夠 所以現在的趨勢會加上一個identity 一個biometric identity 但是我們這個影像簽署呢 佔的位置是who approves 所以是另外一個機制 歐北也加上人體的辨識 可以證明簽署是不是長好 所以我們在去年 得到法國的金牌以外 也跟五部合作 然後在中國醫藥大學 全院上線 然後去年得到百大資訊的 創新獎品 然後現在跟胡泰忍壽 他們大概最慢 大概第三機會 第四機會上線 然後去年也參加Evita的比賽 然後這次自由新加坡 跟新加坡的搜寫公司合作 然後跟許處長講的一樣 今年9月 我們跟中信金控 會一起展演這個 電子影像電子簽章 會用在線上開戶 所以整個應用領域會很廣 包括bank insurance 還有government legal firm 或者hospital 或者是e-commerce 或是logistic 收 就是物流 所以這是未來大家簽署的樣子 大家都有手機拿起來 然後打開自拍鏡頭 以後的簽署就是這樣子 會取代所有的資本簽署 這是我們的團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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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